我先大家介绍了 peerp处理图像 那么咱们用peerp处理图像呢 可以画出各种图形来 那这一节课呢 咱们主要是开发一个验证码类 然后呢 去使用上一节课学过的 peerp处理图理那些函数 好我们看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这一课内容呢 主要是开发一个验证码类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是验证码 验证码呢 大家应该不陌生 只要是你上过网站 在网站登录一个系统 或者是注册都会有验证 验证码的身影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咱们seerp处项目中最后一个 最后一张项目的时候 用到的验证码 看一下 那为什么要用到这种验证码呢 我们知道 你在注册的时候 是把信息添加到服务器的数据库中 那有一种攻击服务器的手段 就是灌水 假如说我注册 连续注册一千万或者一百万这样的数据 那就可能把你数据库的那个用户表的空间占满 那那有可能说我添加一千万或者一百万的数据 我要一个一个添加 那好吗 我得添加几年或者几十年才能把数据添完 所以呢 公计边的手段手动的添加这样的情况很少 所以呢 我们可以编加一个 呃 我们可以编写一个很小的一个程序 那比如说注册机 就是循环的去向某个服务器提交数据 所以呢 有可能几千万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数据呃 就把你的数据库用户表灌满了 那么你这个网站就不能用了 这是有添加数据的时候用到的验证码 如果是登录时候 那还有一种机器人干嘛呢 反复的用不同用户名不同密码去暴力破解你的网站 然后呢 哪个用户名通过了 有可能用这个身份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 这也是一种攻击的手段 所以一般的咱们在做程序的时候 有向服务器添加数据的地方 咱们加上验证码 登录的时候 有用户名密码 登录的地方也不让别人说用暴力破解 也加上验证码 那加上验证码怎么就能防止这样的攻击呢 很简单 这个验证码是给人看的 让机器看不懂就可以了 比如说 你看 每次随机不同的数字 所以呢 如果要想注册成功 必须验证码通过 才可以提交成功 那也就是如果没有验证码 我很容易就写一个循环 像我这个服务器 怎么的 注册 连续注册很多个数据 但有验证码了 我循环的时候 每次得输入不同的值啊 这样的话就通过不了了 但是呢 有一种如果程序有一种 有一些语言的程序比较强的话 可以通过验证码里边 把字母也匹配出来 所以呢 在验证码除了有字母之外 你最好有一些干扰元素 和字体颜色差不多的 这样的话 通过像素匹配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种软件 就鼠标一扫描 就能把这个字母取出来 那很多程序也可以 所以呢 你有了干扰元素跟字体颜色差不多 这样的取的时候呢 他就分不清是字还是背景 但是人能看懂 所以呢 防止验证码是防止注册机的 就是灌水的机器 或者是暴力破解那些软件的 所以呢 一般的只要有像服务器添加数据的时候 输入验证码 或者是有登录 用户名密码输入的时候 要有验证码 当然了像很多现在论坛的帖子 也没有验证码 但是为什么也可以通过呢 你看他那里边一般都有回答问题 那个问题是随机的 但问题呢都很简单 也是人能看懂的 比如说一加一等于几啊 或者网站的预名是什么啊 这样的提出问题输入之后才能通过 也是跟验证码是同一个作用 那咱们呢 主要是开发这个验证码 你看这验证码 这验证码的程序呢 不能说我在服务器上 有几百万或者几千万个图片 因为验证码你看一下 就是一个图片 看一下就是一个图片 所以呢 我不能说有几百个或者几千个这个图片在服务器存着 然后随机掉出来 我们可以让它动态生成 就可以利用我们画图的机制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来设计一个验证码类 好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比如说叫做啊 VARIDATO验证 Code验证码.class.pp 做一个这样类 为什么要把验证码做成一个类 那直接输出不可以吗 完全可以 但是你想象一下 把任何独立的功能 都给它做成一个类 保留着留着你在你的任何项目里使用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从不开发了 那这个项目呢 这个类呢 要要用户有最少的调用 所以在外边使用这类的时候 我只需要 看一下 做一个这类啊 VARIDATO验证码 你看一下 首先呢 我这里边需要一个构造方法 然后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我给他只提供需要的 比如说我只需要这里边 我只需要一个图片 看到了吗 只需要一个图片 所以我就给用户提供一个公有的输出图片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啊 受显示图片的一个方式方法 然后 这个验证码不光是显示给用户 我输入这个 比如说SV接地 这四个验证码 我一提交 你看啊 还要怎么的 还要跟服务器匹配 所以验证码呢 除了输出给用户 还要保留在服务器中一份 所以呢 我还需要一个公有方法 假如叫做 得到 检查的COD得到码 这个得到码呢 是给服务器用的 这个呢 是输出到页面中显示图片用的 所以这个我们写个注释 那这个就是 通过 啊 访问 该方法 嗯 像 浏览器 中 输出 验证码图像 这些个图像了 而这个供用方法 这个 是 嗯 该方法获取验证码上的字无串 通过 调用 该方法 然后 我们 嗯 获取 获取 因为验证码上都是随机数 随机创建的 验证码 字无串 好 我就给用户提供这两个调用 这样的话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你看一下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 假如说我用到验证码类 他可以这么用 啊 假如说是啊 使用修第一点 皮皮 在这里使用验证码的时候 他首先 要包含这个类 比如 英克路的 包含 为 Li D T O COD 验证码 class 点 皮皮 这个类 然后创建这个验证码对象 比如说COD 把对象 拥有一个 VLi D T O N COD 给单子手这么大写 然后 只要一调用这个 啊 输出 直接调用就可以啊 COD里边的 刚才咱们这里边写的 show image 那么就会把图片输出 然后保存到服务器端一个 那服务器端呢 咱们就保存到session或者cookie里边 那有的说了 sessioncookie我不了解呢 先不要紧 你先展示记一下就行 咱们后边的章节中呢 会向大家详细讲解 服务器端怎么使用session和cookie 现在你看cookie 后边的章节中就有介绍绘画控制的一章 那我们首先 要开启 siesl session sessionstart 先开启session 然后我们调用这个 就可以把这个保存到 超级全局速度 session速度里边 比如COD保存在这里边 将谁保存在这里边 咱们里边提供两个方法 那个叫做得到checkcod这个方法 你看创建这个对象 我调用这个会把图像输出到 呃网页中 供我们那个注册表单中 或者登录的界面中使用 这个也是图线上的随机码 但是保存到服务器中 所以这个呢是 输出到 呃页面中 呃供谁使用啊 供注册 或登录 登录 登录使用 这个呢 将 呃 验证码 验证码 呃保存 到服务器中 好 只要这么使用就可以了 只要一调用这文件既可以输入图片 又可以保存到服务器中 当然了咱们这里边现在 呃 还得做一个coden页面来使用 我这里边展示呢 先把验证码都写完之后 最后咱们再详细的应用一下 如何去处理验证码 总之验证码提供用户最少的一个调用 咱们已经清楚了 那一个验证码呢 通常呢需要有这样的几个属性 比如说 但是属性的 不要外边直接定位 我们封装上 封装上 比如说 验证码的 这个图片的宽度啊 对吧 然后验证码的高度啊 然后啊 验证码上有几个字符数啊 比如说是码的数量 对吧 然后啊 展示这几个就可以 那这几个咱们怎么创建它呢 你看啊 怎么处理化它呢 当然了 使用这个了 比如说宽度 默认是 让它是八十 那你可以输入任意的宽度来改变它 高度 比如说是二十 然后呢 默认用它有个 验证码的数目 等于四个 好 有了宽度 高度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输出 多宽多高 有几个字符数的一个验证码 然后咱们处理化 宽度 等于传进来的宽度 呃 成员的高度 等于传进来的高度 成员的验证码数 数目 等于传进来的 验证码的数目 好 有了这几个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呃 有了这么几个验证码的 呃 数量之后 这几个都有了 那看输出图像 如果我把大量的输出图像的代码 都写在这里边 那么势必呢 会造成什么 会造成我们这里边代码 呃 膨胀 所以这里边呢 我分几步去做 咱说第一步 第一步干嘛 是不是创建图片背景了 根据咱们昨天设置图像的那个 所以第一步呢 是呃 创建图像背景 创建 图像背景 然后呢 我们说了一个验证码 一个验证码 不光是有字母 有上面有那个验证的码 而且还有干扰元素 所以一般的我的心输出干扰元素 然后再输出字母 所以呢 可以第二步 咱们就做成是设置 设置干扰元素 干扰元素 比如设置啊 干 啊 设置干扰元素 比如说随机有不同的点 有不同的弧线 那就可以设置干扰元素了 第三步 有了干扰元素了 第三步输出图像的时候 就在图像上怎么的 输出 输出随机的文本 所以第三步呢 像 图像中 怎么的 随机 啊 画出文本 然后 咱们看一下这步骤 先是创建图像图像背景 然后在背景上画干扰元素 然后画出文本 这样验诈码就有了 那第四步呢 就干嘛 当然了就是啊 输出图像 将那图像输出了 输出到浏览器输出图像 好 这分这四步 那这四步呢 我如果都在这个页面 这一个方法中写呢 那咱怎么说 是不是 啊 这里边代码会很膨胀 所以咱们用私有方法 比如说 创建背景 我就可以做一个私有方法 这样外边就访问不了了 只要在内部掉用 私有方法 比如说是 啊 叫做 得到 CREATIMAG 得到创建图像的那个 当然我这话得写张 Faction 这样的话 我这个就是创建图片背景 创建图像 那我这话可以 直接调创建图像 然后 通装上 我们假如说 在调用是 啊 创建图像 设置干扰元素 啊 DISTURBCOROR 设置干扰颜色 又忘写Faction了 然后第三步是 像图片中画文本 所以呢 我这里边就可以调一个输出文本 这里边再设置一个 Faction out 输出 output 输出文本 TIST 然后最后输出图像 咱们也可以做一个 啊 方法 out 输出 output 输出 图像 好 我分别把这四步写在四个所有方法里 然后在这调用这四步 这次里边的 CR EAT 创建 IMG 创建图像 第二步 设置干扰元素 设置干扰元素 调用这次里的 啊 Site D-A-S-T-U-R-B C-U-R-O-R 设置干扰元素 第三步 向图片中输出文本 到了这次里边的 啊 output 输出文本 然后第四步 输出 啊 第四步 就是输出图像了 最终都写完之后 把图片输出 output 输出 image 图像 好 就这四步 所以呢 我把输出图像的方法 写成这四步就可以了 这四步 看一下 那我们这四步 比如说创建图片 创建图像 因为这四步呢 都要用到图像资源 所以呢 我创建图像呢 我会在全局这块 做一个 呃 图片的资源 比如说叫做 IMG图片的资源 图像资源 所以呢 我在这个方法里边 只要我获取图像资源 就可以了 那有了图像资源 咱们就得销毁 这个图像资源 所以呢 当这个类用完之后 那自动销毁 所以呢 咱们做一个什么 有构造化 自动创建 那咱就有一个吸购方法 DESTRUCT 吸购方法 当这个对象 嗯 使用完之后 会自动雕用 自动雕用 我就直接用 image DESTROY 用到 昨天咱们用到的 销毁图像的那个方法 只要传 这个资源 IMG 就自动销毁了 所以不用咱们自己考虑 你是怎么去释放 那来看一下 如何创建这个图片资源 你看啊 如何创建图片资源 在这个地方 创建图像 创建图像背景 那当然是这个 JS里边的IMG资源 等于用咱们昨天学过的那个 创建图片资源的那个就可以 找一下函数 这里边函数比较长 你也不用去记 如果用工具的话 直接就可以有了 这是为分配一个颜色 创建这个 可以用这个创建 它是不推荐使用这个吗 所以我们就使用这个 里边传宽度和高度 啊 我们调用这个 那它的宽度和高度是什么呢 那正是宽度和高度 我在构造方法里边已经初始化了 使用多宽多高的 所以这里边直接调用谁啊 直接调用JS里边的谁 啊 宽度 和道乐福这次里的 高度就可以了 这就有图片资源了 然后有图片资源了 咱看一下 我现在就可以输出 假如默认是 呃 80乘20的字母书 现在用不到 那我就可以吃 直接 现在就可以做输出了 那输出呢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就输出一种格式的话 咱说现在有很多种格式 如果我就输出一种格式的话 比如说 Headr Headr 输出 输出 假如我输出 Contnt文本类型 typ 是 image图片里的png 那我这块 用 imgpng 只要我输出谁啊 道乐福这次里边的 呃 image 就可以输出图片资源了 现在呢 我们已经掉的方法 又开始 又输出了 那这块就是一个黑块 我们来访问一下 呃 在边的比如说 Code.png 访问这 他会掉那个类 你看 输出一个80乘20的黑块 但是呢 我这样的话 验证码就只支持png格式 因为我呃 我不知道你将来的环境里边 会支持什么样的图片格式 有可能再命一下 你少装了一种图片格式 比如说 没装png 没装jpeg 所以呢 你单独指定哪个都不好 所以这里边我们最好就判断一下 用什么判断呢 你看 咱们这里边有image type 看一下啊 看这个 返回当前prp版本所支持的类型 判断我当前prp版本支持什么类型 那么如果有不支持的话 咱们就输出其他类型 所以你看这样可以这么判断 它的匹配的结果可以有这么几个 这是否支持gfgpg啊 拼记啊 你看 如果这个类型等于呃 拼记 然后就支持拼记的格式 咱们就按这种思想写下去 那怎么写呢 很简单 你看 这里边就可以判断 如果imgtyps图片的类型 与上刚才都看到了imggif 如果是支持gif类型 这是首选的 然后我就输出 这块就变成谁了 就变成gif了 看一下 否则如果 你看 否则 如果 如果 类型是 呃 jpg 那我这会就输出 jpg呢 其实这是jpeg 那个mim类型的是 时候输出这个 再否则 如果 图片是 什么 png 那我就输出 这大写啊 因为这是长量 那我就输出 png的图片 看一下 然后 呃 应该是 三种图片 再否则 咱们再写一个 如果这三种 如果img支持 wbmp 你看这里边 手册里边有这个类型 wbmp 当然还有xp b这个 但是你只要 系统里边支持 前三个 类型已经够了 对吧 那我这话输出的图片 类型 就什么 呃 就是 这个 wbmp 应该是 vnd wp wbmp 是这样的一个类型 你可以查一下 什么里边 呃 查一下 外部服务 就是那个 阿帕奇手持 阿帕奇服务器里边 有一个mim类型 那个东西 你就可以查到 或查手席 能查到这个 然后再否则 如果这些类型 都不支持的话 那否则 我们就怎么办 如果这几个任何类型都不支持 那肯定是 prp 就不支持 不支持这个图像 创建 所以当就不能做验证吧 那这位咱看一下 专心 还是支持的 那这些现在首选的格式 你看一下 属性 看一下 就能访问到了 一个图片 好 当然了 我这里边如果保存第二参数 就是会把它保存到服务器上 这咱们到后边 呃 做图片的缩放 加水印的时候 在显示界上 那个如何保存 那单纯的这一个背景不行啊 宽度高的背景不行啊 咱们还要让背景怎么的 你不能是黑色背景啊 所以呢 你可以做一个白色背景 或者是随机让背景有颜色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创建背景 创建颜色的 呃 是哪一个函数 为图像分配一个颜色 是这个函数 里边的第一个参数是资源 然后呢 RGB三种颜色 每个颜色段呢 是分别是从零到二百五十五 所以我就可以在这画 分配一个背景颜色 叫做BACK CORR背景颜色 一个变量 然后这里边第一个参数 那不用说了 就是这个刚刚创建的这个图像资源 资源 然后呢 随机 但是背景颜色呢 你要随机从 比如随机数在PGP里边是RND 这是随机数 里边指定是随机数的范围 比如说从零到二百五十五 如果你这么每个值都是从 比如这样 零到二百五十五 RND 零到二百五十五 那这样有可能就会出现背景是黑色的 然后管我这个不行啊 这背景他默认不是会添加上 所以呢 咱们用天聪的方法 从哪啊 将这个资源上 这次里边的IMAGE资源上 从零和零这块开始添加到BACKCORR 添加这背景颜色 好 这个背景就有颜色了 你看背景还会出现 每次刷新是随机的一个还会出现深色的可能 你看一下 现在背景颜色是随机变 但有深色的可能 深色的时候上面你就不好写深色的字了 他会看不清楚 所以我们这块随机的颜色 在这个地方不要将它太深 那这值个大颜色最浅越浅 比如说二百二十五开始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五 这样的话 二百二十五到到二百五十五之间 大概这样都是浅色范围 这样的话我们再看一刷新一下 你看 都是浅色背景 这样上面放深色的字 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所以如果有背景颜色的话 也不要让这个背景颜色 呃 太深 好 关我背景颜色不行 咱们还要给背景 加一个什么 呃 加一个边框 黑色的边框 所以呢 我这里边再创建一个颜色 啊 创建一个颜色 比如说创建一个BORDR边框 边框 当然我就不让它随机了 我之间的黑色的就行 到了这次里边 IMAGE颜色是直接黑色 0 0 0 这就是创建一个黑色的 然后咱们画一个矩形 昨天咱们用过来画矩形的 IMAGE RECTANGLE 画矩形的 画矩形块 从这次里边的 在这个图像里边 从0和0开始画 画这次里边的宽度 这么宽 这么高 传递的宽高 比如我们传80乘20 那么画这个边框 一个矩形 从00一直到这个宽和这个高 这样的话背景的 然后什么颜色的 咱们加上BORDR 边框的颜色 Border 你看一下 就会有边框 但是你看 它只有两个边线 下边和上面这块没有边线 看到了吗 因为画矩形框的时候 你只能最后的宽度和高的时候 这块的会在外边框上画 所以呢 咱们又撤回一个像素 所以在这会儿要减什么的 减一 再减一 回来一个像素 因为它会画到外边去 你看不出来 你看 这个就有了 现在 边框就可以了 咱们创建图现这几步就有了 所以呢 第一步是创建图片资源 创建图像资源 然后随机产生背景色 随机背景色 然后 然后 为背景 添加 添加 添葱 颜色 然后这块 设设设设设计 边框 颜色 然后 这块是画出 举行 边框 就这么几步 那这都属于创建背景的部分 那有了背景了 那咱下一步干嘛 下一步 咱不是说 呃 输出文本 咱先不着急输出文本 咱们先设置下干扰元素 那咱们昨天学过了是画单一的像素 你看一下 昨天呢 学过一个画单一像素的那个 找一下 画单一像素 看画一个单独像素 我们就使用这个 但是这个只画什么 只画一个点 对吧 所以呢 我能不能 画多个点呢 你看这个只画一个点 我使用这个 只画出来一个点 设置干扰元素 使用这个函数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肯定是什么 画点吗 单一像素吗 第一个肯定是资源 然后宽度和高度 就是从哪开始画 然后什么颜色的 所以呢 我让这个点颜色随机 然后位置随机 但是呢 这个干扰元素 我这要做一个循环 你可以固定多少个 比如说 $I等于0 $I小于100个 $I加加 你看 循环100次 假如画100个点 你看一下 从这个图线上 然后 我这块随机 RIND 从 随机数 你看一下 我不要超过 这个 你不能说 不要超过这个 本身像素的宽度和高的随机数 比如说这块指定 它的横坐标 这个点画的横坐标 那这横坐标 不要超过它的宽度 那怎么能让它 不要超过宽度呢 如果写0的话 0有可能画在边框上了 咱们上次边框是从零开始画的 所以呢 边框上不画 那从一开始 那到了这次 宽度 那有可能有画到边框 减一也是边框 刚才看到了 这减一不是边框吗 所以当减二这样的话 点永远不会在边框 会在边框里 比如宽度不会超过边框 这100个点中的 每个宽度都是随机的 在一和整个宽度减二的这个范围内 然后 它的高度 那当然也是一样了 也是让它从一开始 但是让它怎么的 宽度高度减二 减二 然后颜色 比如说我先 颜色为了 那随机吧 那随机颜色 我这块 刚才这个是画颜色的 如果我写这个 它就是什么 它就是 黑色 所以这里边颜色呢 我在图像里边 这块也用上随机RND 那这个点的随机颜色 就不管它深浅了 所以直接0到255 随机范围 0到255 随机颜色 从0到255 这就可以了 也就是每次询问一次 都随机一个颜色范围 那会产生一个什么 这个颜色 所以我把最后一个猜数 放到这 颜色 这样的话 设置干扰元素 会循环100次 画100个单一像素 也就画100个点 然后颜色随机 位置随机 都不会超过这个指定宽度和高度的范围内 好 我们来试一下 你看100个点 里边有不同的颜色 单一像素 没画到边框上 都在边框里边 而且呢 你看一下 很均匀 这100个单一像素 我每次刷新一下 就变化一下 但是如果我这个值变大 假如说用户在调用的时候 他输入的不是80块 是180个块 那也不是20高 是50个高 因为咱们这个值可以怎么的 咱们这块参数 可以让他传递不同的高度和宽度吗 然后这块假如说是10个字符 当然这种字符数还没画呢 用户出手画的时候 他有权利 咱们提供他可以传递了 那你看一下 这个点就有点 还是100个有点吸了 假如说再大一点 你这样 假如说 280 你看就感觉点密度已经稀少了 不是那么密了 所以呢 咱们这干有元素呢 这个处咱们也要根据面积大小 咱们来决定一下 所以这里边 我设置一下 一个属性 比如说叫做DISTURBCORO 颜色的数目 干扰颜色的数目 那这干扰元素数目呢 我这里是怎么指定的 那你假如说咱们按这个100个算 咱们大概啊 可以让这个 比如说 这个DISTURBCORO 等于让这个宽度 传进来的宽度乘以传进来的高度 这是面积啊 如果你这么大的面积里边 干扰元素跟面积这么多 那你页面基本都被干扰元素占满了 所以呢 比如说 就是每面积的十五分之一 用一个干扰元素或者是十分之一都可以 对吧 但是如果这个值无限的大 那咱们说PRP里边这个设置颜色 这个好像是最大值不能超过255个颜色 所以不能设置250次 所以这个颜色 如果你这个值超过了255次的话 怎么的 我这里循环 这块小于的就是这干扰元素个数 这次里边的啊 啊 DISTURBCORO NUM数目 小于这个 所以呢 如果这个值越大 循环次数越多 干扰元素越多 如果超过255 我他有的颜色就全设置不上了 所以咱们这个呢 也控制一下他的最大值 所以要把这个相成的值 除以数五不一定全是整数 所以咱们用什么 NUMBR 设置一个数 FOR取整 除以15之后取整 然后判断一下 你看 如果DOSNUMBR 这个颜色的值 大于 嗯 大于什么呢 比如说 那这个 还有一个 比如说咱们就按240算吧 最大不用超过240数 但是咱们将来设置什么 这个字符数的时候 每个字符数也要随机一个颜色 所以要大于减去这个什么 CODE NUM 这个240 当说背景上 还有什么 还有随机的颜色 还有什么其他颜色 所以咱们假设这个240一个值 是这样 如果大于这个值 那他的值 你看 这个干扰元素的值 我们就怎么办 就像他是这个240 减去 DOSNUM 减去这个输入的字符数 否则 那么干扰元素 就是这个数量 DOSNUM B2 好 这样的话就会根据面积变大 这个干扰元素就会变多 但是呢 怎么呢 你看 干扰元素变多 面积变小 干扰元素呢 也会变小 但是他不会超过最大值 比如说 还是80 20 比如说 四个字符 你看 又不会因为面积变小 而变密集 这都不会 他会根据你这个值越大 面积越大 他的干扰元素越多 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那干扰元素单纯有这个点 不太好 那有的呢 你看一些验证码里边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弧线 对吧 所以呢 咱们在设置干扰元素的时候呢 我不光是输出了这个 这么多东西 我再 再循环一次 刚才咱们240 不低调一下240吗 你要250多个字符也可以 那这里边我可以 w5等于0 我再画10个弧线 那不管多大都有10个弧线就行了 因为弧线的半径 什么是随机的 所以弧线的数目 你不用说随机的多 你太多的话就乱了 因为你面积变大的 弧线的弧度也变大 随机的吗 所以呢 这个呢 就固定10个就可以了 那个点你可以随机变多 那这个颜色 咱们跟这个一样 循环一次 设置一个颜色 画弧线 那画弧线 咱们昨天也用过 我记着咱们上级可以用过 用这个是src 这是画弧线 咱们找下这个函数 你看一下 image 看 画椭圆弧 那这里边 第一个图像资源 那这里边咱们肯定用到的第一个参数 不是别的 就是这次里边的图片资源 然后 看一下 第二个参数 cx和cy是图像左上角为零为中心 所代表的画中心的什么 图像中画一个椭圆弧 你看 以这个为中心 所以这就那中心 那中心位置呢 咱们其实就可以怎么的 就可以也用一个随机数 要中心 看一下 rind 中心不一定说非得在这个图片上 可以在图片之外 比如说 -10开始 到 这次里边的 宽度 然后 rind 中心那个x坐标轴 中心的 y的-10到 这次里边的高度 就是 总之是围绕 这个 验证码 宽和高 设置的 围绕 大概 在边框附近和内部中间 也就是 这个中心会分布在 大概这么一个圈的范围内 中心 然后 开始画弧度 那咱看其他的 然后这个呢 分别指定圆弧的宽度和高度 宽度和高度 起始和结束点的以这个为参数的角度指定 零度呢 位于三点钟的位置 顺忍针方向呢 绘画 所以这块是角度 从多少度到多少度 开始画 所以呢 我们这里边 在这啊 这是位置有了 咱们先看一下他的长轴和短轴的宽度 比如说 也是一个随机数 我让它是从 比如长轴 让它是最少三十个像素 然后呢 最大是三百个像素 然后它的长轴短轴呢 也是一样的 让它是从二十个像素 这个 就是垂直的距离 到二百个像素 最大是二百个像素 这样之间的一个随机 然后呢 画的度数呢 那我都是 比如说我就规定了 比如说小一点 五十五度 四十四度 你看 最后两个 是起始和结束 以多少为角度的一个指定 然后顺忍针开始画图 好 我就这样的随机的 都是随机的 你看这个弧线 在上面有没有干扰 其作用 哦 我这里边 有问题了 我们来检查一下 看一下啊 图像随机 然后 随机 这里边少了一个参数 就是什么 随机的颜色 怎么没加上 其他的 没有多块 少块的问题 就可以 你看 这里边现在有 就有乱七八糟的 那个线 你看一下 如果画到外边去的 那就少了 所以这线不一定要多少的 所以设置十个就足够用了 你看 这里边可以看到线 所以这个值 如果咱们变大一点 你看啊 现在八十变成什么 变成是五十 和一百二十 你看得更清楚 所以太多就该乱了 然后背景都有了 那咱就差什么了 就差随机网上放文字了 还是八十和四十的 以标准的大小 让它默认的为主 有了这个循环 设置干扰元素 那下一步就是输出文本 输出文本呢 可以输出各种字符 比如说输出中文的 数字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 那这里边呢 我们主要以输出 数字 小写字母 大写字母为主 中文的呢 我这里边就不实现了 那咱们先把这个随机的文本 字母串先做出来 因为不光是咱们图片上 要用这个 我们的呃 什么上还用这个 呃 还有服务器要保存这个字符 所以呢 我们做一个 是创建随机验证码的一个函数 当然了 也不需要外边调用 所以我封装上 Faction 封装什么 创建 C H E C K C O D 创建 检查这个验证码 验证码的一个随移函数 那我可以将这个码 假如说就是数字和英文 我就可以直接声明为一个周创建 比如说 0123456789 然后A B C D E F G H I 啊 J K R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然后大写字母 A B C D E F G H I J K R M N O P Q R S T U V W S Y Z 这样的一个字母串 然后从这里边随机取出四个字符 但是这里边呢 咱们在验证码上 出现的0和O容易混淆 1和L容易混淆 所以呢 咱们这里边就去掉这些字符 比如说0和1去掉 然后呢 这里边还容易混淆的 比如说 嗯 O去掉 然后R 去掉 这里边 小写的R去掉 其他的呢 小写的O去掉 其他的就是不容易混淆的了 所以呢 把混淆的字母去掉之后 然后 咱们不说随机有几个字符吗 在这随机有几个字符数 这个字符数呢 已经设置了这个字符数 所以我在这里边就可以怎么的 就可以循环 四次 也不能说循环四次 循环的次数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验证码的数目 然后R5加加 循环四次 每次随机取出来一个数目 那怎么取呢 很简单 你看啊 RCHR每次取一个字符 每次取一个字符 你看啊 怎么取一个字符呢 从这个CODE里边 这个代码里边 咱们说用这个大括号就相当于跟数组 你要中括号就跟数组取的方一样 零取第一个 一取第二个 那如果用大括号呢 跟中括号是一样 零取第一个 一取第二个 所以我这里边就直接使用了RIND 随机数从零开始取 然后取字符串的长度 字符串长的谁啊 CODE它的长度减一个 你要是直接取长度呢 取最后一个之外的一个了 减一个 这样的话就从零到最后一个都可以取出来 随机取一个字符 放在大括号里边 这样的话能取出一个字符 然后用这个字符 点等于取出了一个 $CHR等于空字符串 空字符 取出一个连接一个 那最后呢 我怎么的返回 CHR这个字符串 制作一个字符串吧 因为不是一单一 每次取出一个字符 没这样吧 每次取出一个字符 然后 加到这个字符串里边 点等于 CHR取出一个连接一个 然后返回这个字符串 好 这样的话就有这个验证码了 那么循环 这如果是值是四的话 那我就循环四次 取出四个字符 这个字符串 就是随机的四个字符 这个四个字符 就是这个中的四个字符 好 那我看一下 有了随机字符了 那我在画输出文本的时候 我就可以随机输出 但是呢 我假如说我这里边用 Image X 咱们做 咱们上几个时候用过这个 Image X 这里边呢 输出 这个图像资源里边 IMG 然后每次输出一个字符 所以呢 咱们是既然是四个字符 那我就 循环一下 F 循环 $5等于0 $5 小于 这里边的字符数 少个$ 这次里边的 CODNUM 有几个字符 我循环几次 $5 加加 然后使用Image X 水平的画字符 这里边水平的画字符 有几个咱们需要注意 首先呢 就是这个 每个字符的颜色 我们要随机一下 所以比如说 画颜色的这个 函数 循环一次 有不同的字体颜色 那字体颜色呢 如果我想的颜色重一点 我就别让它太浅 这样的话就能看得清楚 这次里边 IMG 不能太浅的话 这样的这个数值 低一点随机 不要从0到255 到128就可以 这样的话 字体颜色就会深一点 随机的时候不会太浅 0到128 从0到128 好 循环 每次每一个字符就是一个颜色 所以这个image 最后一个就应该是字体的颜色 字体的颜色 然后image 这里边 第一个参数 当然就是什么 这个图片的资源 然后会有内置的1到5的字体 那我要这个字体呢 随机大小 随机大小 那我就可以怎么办 假如说做一个变量吧 字体的尺寸 有字体颜色 字体的尺寸 RND 1到5 如果用1就太小的话 那是3到5 也就是345 这三个数之间的随机 所以第二个放一下字体的尺寸 3到5之间的随机 然后不光这个随机 咱们要摆字符的时候 字符 开始放的位置 那这个字符呢 最后这会是字符的 X位置和字符的Y的位置 然后是随机这个字符 循环一次 我就从这个 从这里边 我得先 看一下啊 先不着急这样做 我先在这里边 做一个这个 处始化一下这个 刚才不随机 创建那个字符数吗 CHECK CODE 这个码已经生成了 那我怎么样的生成啊 用JS里边的 刚才 咱们随机写的那个方法 这个 创建 验证码这个方法 这样 我处始化的时候 一调用 就直接调用系统里边 内部的所有方法 CHECK CODE 等于 前面加上 $Z 好 这样就直接我自己属性了 付给全局 然后这样的话 我在这里边直接使用这个码 就可以了 直接调用这里边的 啊 CHECK CODE 这样呢 然后这个XY的位置 Y的位置 你看一下 我这个呢 XY位置呢 我也让它是随机 让它在不同的位置 字体大小 现在随机了 位置 现在也让它随机 那S位置 这个随机怎么随机呢 你看一下 我让整个的宽度 整个这个宽度 除以 一共几个字符 除以这字符数量 比如说CODE NUM 假如说这宽度是80 然后呢 这个 数量呢 是四个字符 那每个字符呢 就占20个宽度 是这样的 所以呢 这20个宽度 那么我这里边再乘一个什么 但是这个相除的话 不一定说整除 所以我用一个函数 把它取整 割舍取整 使用FLOR 割舍取整 好 取整之后 这样的话 第一个字符 那我这里边 第一个字符 让它从 不要挨着边 比如说让它从三开始画 我这里边 先这样吧 先乘以$5 你看 咱们这么理解一下 第一次循环 I等于0 那么 整个表达都是0 从0开始画 这里边 假如是80除以20 那么 嗯 这里边 假如是整个宽度 是80 数目数四个 那么它就是 每个占20 那I等1的时候 那这个就在20之后 开始画第二个字符 如果I等于3的时候 就在40这块 如果等于4 在50这块 等于3 是在60这块 这样的话 这几个就窜开了 然后再加一个 不要它挨着头紧边 那我再加一个3 这样的话 X最左边 假如I等于0的时候 那么X就等于3 对吧 I等于1的时候 那就等于23 I等于2的时候 就等于43 I等于3的时候 就等于63 假如说宽度是80 数目是四个的情况下 所以S位置呢 这样就可以画出来 那每个X 这个它不是随机的 就是平均 不管你设置多宽 它都能占有平均的 不挨在一起 那这个Y的值呢 那我们去看一下 Y的值 就用上下随机 最上层的是从0开始画 随机 然后呢 你不能按整个这个高度来算 假如说 我让它随机不超过 从0开始 不超过高度 那假如说 正好是这个高度 0随机高度 那在这儿开始画 那字有可能画到边框之外去了 所以猜测一下 假如说这个字体 尺寸是15个 假如最大的那个五号字 字体的尺寸是15个 那我减去15 那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这个随机 永远在0和这块之间 不会把字体画到 下边去 好 我们这块看一下这个随机 不同字体 有不同颜色 水平的位置 你看一下 可不可以画出来 但是它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母 同样一个字母 那问题就出现在 咱们这块随机数 四个是循环了 然后随机0到这个长度 从这里边随机取出一个 付给差 把差拿出来 付给字母串 返回这个字母串 这块是应该是没问题的 string 他怎么能每次随机取的都是 同一个字符呢 看一下 上下左右位置也平均了 但是就是随机取出同一个字符 我们来研究一下 看问题出在哪了 哦 不是这的原因 是哪的原因 你看 我们这会画的就是什么 整个这个字母串 看到了吗 取出第一 然后我这得加大括号 $i 从这里边每次取一个画一个 好 所以我们再试一下 你看 不一样的 都能看得出来 颜色也够深 但是背景颜色呢 稍稍不太清楚一点啊 那字体大小不同 上下位置不同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 能看得出来就可以 好 这验证码呢 我们就啊 差不多做完了 但是假如说 我不喜欢这个字体 我想用系统内置的字体 怎么办呢 不是用内置的字体 用free type字体 像昨天咱们 嗯 学过的那个 嗯 画不同 比如送体凯体啊 那样的字体 那我怎么办 咱们昨天我记着用的 一个是这个函数 IMAGE 这个 你看 画 不同的字体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也有办法做到 假如说 现在已经是有验证码了 那假如说 别人在输出字符的时候 存入不同字体了 你看 输出图像的时候 假如这会儿存了一个不同的字体 那我们就把字体拷贝过来 接着上一课咱们讲的说字体库在哪啊 在吸盘下 window下边 放到字体 假如说我这里边 用free type这种字体 假如说我用 送体 那拷贝到我这个当前目录下来 然后把这名称 你看一下 我就可以做唱 这样的情况 传递了什么字体 我就用什么字体 然后输出 如果不传的话 就用默认的那只字体 现在我把这个复制到当前目录下也把这个传过来了 然后看一下怎么用这个字体 那我刚才传的参数呢 是显示图像这块使用的一个参数 所以在这会儿我就得生命一个变量 然后默认这个呢 将它是空就行 比如说字体的 默认等于空 就不传的话 它就是空 然后把字体呢 传到这个输出文文里边来 传到输出文文里边来 然后咱们在输出文文里边就判断 这里边有一个什么 接受一个 在这里边 刚才咱们不把那个字体 传到这里边来了吗 所以在这里边咱们也做一下 字体也是空 然后怎么判断呢 在这块 如果大乐福 它等于空 证明我没传什么字体 没传字体 我就还是用这些默认的 画内置字体 否则如果它不等于空 那就是我传递了字体了 传递了字体 那我这里边 假如说这个传递字体 我就可以用这个函数 imagine ttftest 用这个画 for type那个字体 那第一个呢 参数刚才咱们也看了 第一个就是image 这个资源 然后字体的尺寸 你看第二个参数 这里边 是自己的尺寸 这里自己的尺寸呢 就是像素大小 所以这个呢 我们像大小呢 跟刚才内置字体35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里边有做一个 字体的尺寸 随机 假如说我让这个字体 也别太小 也别太大 因为它是12和16个像素之间 这样的字体 所以自己大小 用的是12和16之间 当然这里边最后一个参数 你看我这个颜色 每次四个字母 颜色都随机的 都写在外边了 所以这块 最后一个参数 这些颜色先写上 你看一下这里边 最后一个参数 哦 文本 颜色不是最后一个参数啊 放在这了 那先不管它 然后这块看一下 这个参数 这块是角度 零呢 是从左向右读文本 时旋转 90度呢 从上到下读文本 这是这个字体旋转的角度 所以就有那个字体倾斜 所以这个旋转角度呢 我这块也可以做一个 可以做一个随机数吧 直接写着就行 随机数 RND 我随机的角度用的是 负45度到正45度 这样的一个 之间的一个倾斜 然后看下一个参数 自己尺寸 然后倾斜的角度 XY是从哪开始画 什么颜色的 从哪开始画 那这个呢 咱们跟刚才那位置呢 有点 设置X那上面的S位置 有点相似 做出X等于 $Y等于 那这会放一个X位置 Y的位置 好 我们试试这个X 那同样 比如说我让它是 也是取整吧 让整个的这里边的宽度 这宽度呢 因为它倾斜的时候呢 会往一边倾斜 会 比如说会超出那边界 所以我让整个边界减8 这样的话 整个宽度减8之后 这样的话字 哪怕放最后一个字 挨到边界了 它也不会倾斜出去 整宽度减8 扣起来一下 然后再除以 这次里边的啊 数目 当然了 这个如果你 嗯 没摆好的话 你还可以怎么的 还可以重新摆一下 然后乘以 $I 第几个字符 然后让它右边 也大概拔像素 就离右边边框 这个地方也拔个像素 这边也让它对边不拔像素 不然它一倾斜的时候 有可能超出这个验证吗 这拔数字 有可能也会超出 但是现在不要紧 不行的话 你就改变这个值 拔个不行 改成18个 对吧 然后随机数 Y的值 样的是 自己的尺寸是像素 正好 样的从自己的尺寸 这块开始循环 然后到 因为这个它是 Y的位置 并不是说它自己 开始画的这个上面 最上面那个点 你看 这个Y位置什么 Y坐标 它设成字体的基线的位置 不是字符的最底端 但是接近于最底端 所以我从这个字体大小开始呢 你看 字体尺寸开始 假如字体16 那么从16开始画 因为它这是基线 这个Y不是说字体最上面那个 S点是一个基线 相当于最底端 所以假如是从16开始画这个字体 那画到哪呢 那这些字体的整个的什么 这个高度 比如说字体的估算 减去这里边的 整个高度 减去这个字体的尺寸 这样的话 嗯 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啊 假如说减去这自己的尺寸 这样这基线呢 随便指定一个值吧 15也行 不要他 因为他不是最底端 假如说15 咱随便猜一个值 不行的话 咱们再往上来 都可以啊 SY位置有了 SY位置有了 然后 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参数就是指定那个字体的文件所在的位置 传着字体文件 那咱们传着字体文件 不就在这参数里边这个吗 然后最后一个参数就是我们要输出的文本 所以这里边输出文本 跟上面一个就比较相似了 这次里边的 输出文本 CHECK COD Dollar5 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现在换的就是什么 就是送体 字体都画到上面去了 那上面去呢 就是这个 高度的事 对吧 字体的尺寸 呃 让他 这减太减多了 减8吧 上面咱们是猜的那15是基线 这个8 基线不是在地底端 所以这个肯定那个值不行 有点看不清楚 有点看不清楚 自体的尺寸 这块那就减4 或者干脆就到这个高度吧 因为他相当于最底端吗 嗯 但是上边这个 自己的尺寸这块 啊 再加 我 好 相继 当然也有画到外边去的啊 你可以把这宽度高度再加大一点 三十 干扰元素比较多了 字体颜色不够浅 看得不够清楚 四五 四五 这六 mpwz 这个干扰元素这个线颜色比较深 嗯 这十颜色 因为他浅一点吧 比如从 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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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有点线 但是这样就可以看得轻一点了 你看 因为他这个倾斜角度 你要没有倾斜角度的话 自己就可以了 这个倾斜角度太大的话 他可能说水平的画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负 三十到正三十之间 你可以小一点倾斜角度 这样就正常一点 总之这些值的你都可以随意的去调自己去调 好 这样验证码呢 咱们就算做完了 那怎么使用这个验证码呢 他怎么使用这验证码 刚才咱们已经在这块 用到了这个 验证码 三十已经开启了 服务器端怎么保存 那我这时候里边还写 还少一个方法 就是 这块 有验证码 我们还没得到的验证码 在服务器中保存呢 所以这块只要直接返回 达了是这次里边 刚才咱们不已经 设置这个验证码了吗 保存到这里边了吗 所以直接返回这就可以了 这样能保证这个验证码 图片输出的验证码和服务器保存的验证码是同步的 好 那这样我写一个表单来使用一下他 看这里边我们再做一个RTN表单 假如说是一个登录也好 注册页面也好 比如说叫login吧 点pp 我直接在这一个页面里写了 然后比如说用户名 input类型等于 当然我用的不是这个用户名了 只要用的是验证码 然后比如说在这块我用了一个 使用一个验证码cod input类型等于 也是文本的输入 然后名字等于CODE 然后这块放一个验证码图片 图片 image等于CODE.PRP 访问的验证码 然后有一个提交按钮 name等于SUB 值等于login 好 我把它验证码 弄的简单一点 调用这个 刚才访问的是这个 已经保存的服务器多了 假如说我不传字体 最简单调用也好 这是20个 字符是4个 好 现在直接访问那个login login.PRP 你看直接就验证码了 看一下 这个验证码 然后你看啊 看不清换一张怎么办呢 我手标一点机应该出现 看不清换一张那种效果 该怎么做呢 想想一下 看不清换一张 有很多地方都在什么 都是 在这个之后写 看不清换一张 那假如说我就在这块 点击图片 看不清换一张 其实很简单 只要我在这个 这个地方 加一个图片上 加一个on click 加速块一个点击事件 点击的时候 直接让这次里边就是这个图片 这次代表这个图片的src路径 再等于一遍 code.prp 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不一定能出现 你看 点一清 因为点一下将它重新请求一下这个服务器的图片 也就让它重新请求一下这个文件 重新输出验证码 重新在服务器保存一份 现在我代码写的是没问题 但是为什么没变呢 点击的时候 让这次里边的src变 因为浏览器有一个缓存的功能 同一个地址 它认为什么 它认为是同一张图片 所以你不管怎么点击 它认为已经下载过图片 就不会再下载了 所以就让它变成这地址 都不一样的 但是我每次请求的就是同一个地址啊 怎么样的不一样啊 你后边随便加一个随机数不就完了吗 随便加一个 比如说加到随块里边随机数 是数学里边的rndom 数学对象中的随机数 这是加到随机数 这样的每次地址都不一样了 地址不一样了 刷新一下 你看点击 就可以变化了 看不清换一张 看不清换一张 请求的就是不同 你看一张 就是相当于变成不同的请求了 但是还是请求这文件 还是重新输入图片 图片重新在服务器中保存一份 然后这里边 咱们在做验证码的时候 提交登录的时候 假如说我把它提交给这个位置 直接在本页面接收了 你可以 当然你在你自己项目里边 在不同界面接收都是无所谓的 比如说表单接收的 输出到了服务 表单里边 我这个方法 我这外边的加上表单 form METHOD方法 还是提交给 login 点 PRP 然后 METHOD方法用post提交 刚才我写这个方法 这个负物表单了 好 你看输出 $下输信post里边的 CODE这个名称 然后 再输出 $ SE SSL SessionStar 你看 我在输出 服务器中保存的 这个 输出 $下输信 SESSION中的CODE 如果他们两个一样的 就可以了 你看一下 我现在这里边 我就不写这个了 比如说 看一下 这写上 4 BMF 登录 login 输出 SessionStar post里边 怎么登录 Poche呢 vrkz 没有问题啊 我这里边输出一个字母串 随便输出的一个字母串 类型等于这个登录啊 这帮写action了 都写方法了 好 这一段看一下 登录 就先刷新一下 你看啊 rkz rkz 然后cj ea 但是你匹配的时候呢 大小写有的时候不好办 所以呢 咱们验证码这样的不区分大小写就可以了 那怎么样他不区分大小写 所以你只要这么判断就行 如果 我先把它全转成大写去匹配就可以了 怎么全转大写呢 你看 使用str下回信 to u pper 你看转成大写 将谁转成大写啊 将表单里边传过来的这个值 cod 转成大写 然后呢 如果等于 谁啊 str 呃 to u pper dollar for session里边的 code 那我这会就可以怎么的 输出 ok 比如假如说验证通过 否则 这验证码就没通过 eror 错误 你看 现在就不区分大小写的匹配了 假如我这里边 换一个 kezi ok 通过了 你看 有大小写 不同的位置 你看 umw8 也是ok的 那输入一个错误的呢 是不是就错误的 输入不一样 那这会怎么能让用户感觉是不区分大写的呢 你也可以加一个呃 叫script 你看 让用户键盘一抬起的时候将小写转成大写 这会用价格改写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对价格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加上这条代码怎么加呢 你看这个 加上一个on key up 鼠标就是键盘一按完字母一抬起的时候干嘛呀 将什么 看一下 啊 将这次里边的v6值 就是本这次不代表本身的v6值 to u p p e r c e s e 用架入书块转成大写的自误刷函数 转成大写 你看一下 小心一下 你看 v 哎 没好使 我在 将 on on key up on key up 解释然后呢将这次里边的啊 你得写这次里边的v6值等于将这个值再转成大写再负给这个v6值 让他少写的一个这条代码啊 你看 比如k 小心一下 c你看小写大写了 比如说a b我写小写它马上变成大写i h w 看下 我写的小母小写这么他全面大写 但是假如说我方向键你看 这不能假如前面有写错的方向键他就改不回去了 所以呢 咱怎么办呢 这个也很简单 我只要这再加一条代码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如果什么呀 这次里边的v6值 不等于 这次里边v6值 这是varu1.2 u uper cse 你看啊 这样写 如果这两个值不相等的时候 我才去转成大写 如果都相等的话 我就不管了 就不去转成大写了 这个事件就不起作用了 所以我在这里边 你要刷新一下 我现在输入t 这个值输入的值和大写是相等的 u i h 那我按方向键呢 你看按方向键的时候 一看里边值 两个值 已经相等了 相等了 怎么的 他就不去判断这个台积手标事件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这话只要写上 让这里边的值如果不等于这个大写的 我们才去这么做 如果相等 我们就不去处理这个转大写的动作 所以就可以了 加一条代码 所以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xk7n 你看一下 登录 ok 就是说czwk 你看大写 不一样 当然也是可以的 接 g g q q接 基本上都可以看清 对吧 那就能实现我们的功能 那你再换成送体 凯体 或者其他字体 然后你再看一下 刚才那些字体倾斜的不太明显的话 你可以换一些其他字体 再试一下 这就是咱们这几课要学的验证码类 所以大家呢 你不用说 呃 跟着我把这个验证码类都敲一下 你要是把这个类编写出来呢 对你的学习呢 呃 会提高 但是以后用的时候 你不用每次都写一遍 你只要把这个类拿过来 只要你会这几条代码 创建这个类对象 输出图片 往服务器服务器中保存一份 然后在客户端 你会验证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以后有了这个验证码类的话 哪怕你不会图像处理 用验证码类 只要汇这条代码 也可以用到 会使用 呃 验证码了 当然这个验证码并不是说 呃 那么好看的啊 你如果你想做好看的 呃 非常漂亮的 或者中文的 你只要去研究一下 如何设置干扰元素 如何输出这些字母 你就可以做的很漂亮的一个验证码 你可以在我这基础上升级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这节课呃 设计和验证码的应用就交到这里 我们这节课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